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跳过解谜 花10分钟拿到迷迷偶龙喷气机 我们只需要拿到3个助推器零件 拿到瓦德拉肯的奥术龙炉 然后合成作息 好 接下来说 想哪里去弄这3个零件 从最简单的开始 先到主城 传送到海加尔山 然后飞到费伍德森林4921 直接拾取第1个零件 然后去诅咒之地的黑暗之门 连门可以从暴风城飞过去 古老可以找主城的萨尔玛法师 直接传送到黑暗之门 法师呢 直接开斯托纳德的门 飞过去 来到黑暗之门 这里有很多小怪不断地跑出来 有可能打断玩家的识取 让做鞋再识取可以改善 关键是要注意两边的弦能高射炮 第一次去没留意 被弹炮打死了 远程玩家可以先打炮 再识取第2个零件 现在做的玩家多 有人帮忙打怪最好 接着 直接从主城之地 飞往晋级谷的哈规罗岛 这里有3个火盆 3个玩家同时用火炬点亮 可以召唤出一个石头人 打掉后识取第3个零件 我是做完解谜拿到火炬来的 不过因为现在做的人很多 所以完全可以白嫖别人的火炬 人小的服务器能记得用集合时 好了 这期视频考虑到部分玩家的需求 还是说一下简单获得火炬的方式 首先来到时光之学 找阿利克斯接任务 东旋西密 然后去到对面的马路 接到后续捉拿归案 接着要去找线索 一个在厕所右边 两个帐篷中间的红色头发 第二个是帐篷前面的宣传单 第三步 去找大舞台看台的红狐狸对话 然后去时装秀后台的坡上 拾取奇特火把 接到后续废墟里见 推到观察者之谷和马路碰面 然后跟着它点亮火盆 做到这一步呢 就得到派利斯火炬了 我这里没有 是因为我之前战事来做过了 但是忘记录视频了 为了录视频呢 又开个号做了一遍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